我是志源 接下来是一则有关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岸关系的报道 过去一年来 台海两岸关系的暖化 为两个长期以来的对手带来了彼此之间前所未有的经济交流 不过批评人士说 台湾政府步子迈得太快了 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政府一年前的轮换彻底颠覆了台湾的大陆政策 1949年内战失败之后 在台湾建立了自己政权的国民党 已经缓解了和北京一度相互敌视的关系 两岸实现了分裂60年来首次的三通 台湾开始欢迎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和游客 台湾证交所的董事长薛奇表示 两岸关系的加强 增强了股票市场中本地和海外投资者的信心 薛奇表示 从投资者的观点来看 两岸关系的暖化消除了非常重大的一个担心 再过去每当两岸发生不好的事件 都会使投资者恐惧 他们认为投资在台湾这个地方不安全 惠荣科技首席植锡官苟家章认为 两岸关系的改变将为台商在大陆开辟更多的商机 他说 他们已经开始使用三技手机技术 所以对我们来说有越来越多的商机 台湾政府表示 通过拟议中的两岸经贸合作框架协议 和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将有助于台湾走出经济衰退 刘德勋是台湾陆委会的副主委 他说 所以整个亚太的这样子的黄金商圈 能够共同去面对包括金融海啸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但是台湾有些人对于改善同大陆的关系保持警觉 反对党民进党的国际事务部主任肖美琴表示 县政府在放宽政策方面走得非常快 我们觉得这样的协议将使台湾过于依赖中国 许多人担心这将启动一个和大陆统一的不可逆转的进程 一名抗议者说 中国把台湾看作自己的领土 未来必须和大陆统一 如果有必要会不惜使用无力 60年前国民党为台湾制定了新的发展路线 而现在跟以往一样 民众依然对台湾的未来存有其见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